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12月将面临120亿美元的信托到期 这可能会对该行业的流动性再次构成挑战 今年,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已经违约了超过100亿美元的高收益 短期信托产品 这类产品主要是高净值个人和机构资金投资的一个渠道 除此之外,涉及房地产公司的其他财富产品的潜在损失 至少为109亿美元 其中包括中国恒大集团旗下财富公司的产品等 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后 中国正力图加大对房地产行业风险的控制 房地产行业约占经济总规模的15% 以此同时,规模达3万亿美元的信托行业的风险 也将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压力 即将到期的信托将加重开发商偿还债务的负担 这意味着整体违约风险可能会提高 大华纪显分析师Zilin表示 尽管对该行业的银行贷款限制有所放松 政策制定者已只是地方政府增加建设支出 但信托等引自银行渠道仍受到严格控制 一些机构表示 他们被要求减少对房地产的敞口 并限制新的发行规模 自8月以来,至少有两家信托公司已暂停发行新的房地产产品 根据数据提供商Use Trust的数据 今年新信托的发行量已降至约68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低,违约金额达到100亿美元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 截至6月,信托对房地产公司的未偿还贷款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7% 恒大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开发商 其财务问题在整个行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它与中国68家信托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有业务往来 根据其最新的报告披露 信托贷款占其总融资的41% 根据信托协会的数据 截至6月底 开发商信托占所有为偿还货币信托的13% 国胜证券公司估计 开发商在12月到期的信托总额为140亿美元 其中包括一些未被Use Trust追踪的被称为单一信托的定制产品 国胜表示 还款压力将在明年3月、5月和6月增加 届时每月有超过500亿元的信托到期 开发商的现金状况非常糟糕 国胜证券分析师杨叶伟表示 我们需要看看信托融资的下滑是否会在未来略微好转或恶化 数据显示 光大信托和五矿国际信托未来两个月到期的规模最多 项目融资额均超过100亿元 现金紧缩对中国各地的土地开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一些城市严重依赖出售地块来筹集资金 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公司的数据 深圳政府提供的地块在11月的一轮中仅以5%的溢价出售 低于6个月前的31% 除了信托之外 债券支付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紧张 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 中国开发商需要在12月和1月偿还约21亿美元的离岸债券 由于中国垃圾及美元债券的借贷成本 徘徊在20%左右 对于大多数需要为即将到期的债务进行 在融资的开发商而言 成本仍然过高 大华纪显的分析师表示 最近放宽的融资限制对国有开发商更加有利 因此私营开发商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鉴于他们中的许多人的信用评级被下调 他们不可能发行新债券 因此他们很可能会求助于股权融资或资产出售来获得现金 现在第一月编辑实验室 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